接下來我們要第一個 我是建議這個地方寫入的部分 我是建議主要我們是這個SQL 這個SQL STR 這個是一個SQL語法 SQL STRING 然後我是建議你先不要執行下面這一行 什麼呢?Cursor.isq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你不確定的時候 你如果把它寫進去 那很容易造成錯誤 最容易錯的應該是這一行 叫做Cursor.isq 然後把上面的語法給寫進來 那怎麼樣把這個跟前面的結合在一起呢? 特別注意,第一個 請你把這兩行有沒有 寫入的這兩行 總共寫入是四行 上面這兩行請你怎麼樣呢? 把它按個TAB鍵 主要是這兩行按TAB鍵 好 那為什麼按TAB鍵呢? 因為我要把它跟上面的這個讀取檔案結合在一起 那因為讀取檔案的話 它基本上是在這個回圈裡面做 那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回圈做什麼呢? 就是讀一行嘛 有沒有 讀一行 然後呢 做切割嘛 那切割完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例子二 主要是把這個例子二怎麼樣 第一個放在這裡 第二個放這裡 第三個放這裡 有沒有 第四個 那怎麼放? 當然這邊必須要用串切的啦 所以喔 串怎麼串呢? 當然第一個啦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邊刮弧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insert into value 刮弧裡面就是要放五個東西 反正你有五個欄位 你一定要放五個東西 那放個方法 特別注意喔 這個比較麻煩 雙引號++ 中間呢先放一個什麼? 這個地方先放一個 list 2 中刮弧 先放第一個資料 零 然後呢 再來後面加一個痘點 再加第二個 再加第三個 再加第四個 可是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寫得出來沒問題 但是非常容易寫錯 為什麼呢? 因為寫完之後太長了 而且非常容易寫錯 那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避免寫錯 教各位一個方法啦 前面好像有特別強調 就是用formator formator formator 欸? 那為什麼formator 比較不容易寫錯 因為formator有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喔 把什麼呢 變數喔 放在formator刮弧裡面 然後前面就放大刮弧就好了 那它就會自動把 後面的變數塞到大刮弧裡面 就可以相對避免錯誤 那怎麼做比較快? 首先第一個啦 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首先呢 把這四行怎麼樣 放到這個 讀取的下方 然後記得這兩行按TAB 再來的話呢 因為有四個喔 更加五個喔 所以呢 insert into member01 裡面要放五個欄位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呢 請你就放大刮弧 然後呢 再逗點 第二個也是大刮弧 在逗點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假如說你的格式喔 如果你的形態呢 是所謂的文字的話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單引號 這個是必要的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單引號的話 我跟各位會錯誤喔 OK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那也就是說你要寫進去 一定要加這個前後的單引號喔 OK 那 daytile的話也要 所以呢 這個地方我們又複製了 一個嘛 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再來的話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呢 一樣喔 這個第四個 豆點 加一個大刮 外面包一個單引號嘛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為什麼不要 因為它integer 它是數字 前後不需要 這個要 然後這個要 這個也要 OK 好那我們就完成 所謂的那個格式 這個 格式的部分 那因為有 總共五個大刮符 所以後面你就加一個 點format 有沒有 然後刮符 format裡面的話 就要放五個資料 哪五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 就是歷史二 對不對 歷史二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哪個資料呢 就零嘛 所以呢我們 逐一個放零 一 然後豆點 第二的話呢 就放什麼呢 放一 所以拿這個複製 這個一 OK 然後 這邊的話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遺史類推打 所以底下的話 乾脆就是複製 前面這個 豆點 然後再來就二 再來就三 再來就是四 OK 那總共的話 零 一 二 三 三 四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 大功告成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特別之類喔 就是這個 SQL SQL String SQL語言的這個部分 是應該是最容易犯錯的地方 那 這個 這個可以 print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Ctrl1 OK Insert into Member 然後Value 就是 總共五個瓜糊 記得喔 後面 後面四個 前後要加單引號 點Format 那就是 先放第一個資料 放第二個資料 第三 第四 第五 那這樣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 沒有錯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直接 當然理論上沒有錯理時期 應該五十筆就會寫到資料庫了 可是喔 應該 很難說一次就寫對啦 所以我建議喔 假如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喔 你可以把下一行喔 先把它關起來 Ctrl1 然後呢把它改成叫print 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這個 SQL String SQL SQL String 也就是說呢 當它執行之前喔 你先確認一下 它的語法是否正確 那怎麼知道是否正確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它就輸出這個結果 當然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裡面的結果 第一個是insert into member value 然後1 2 3 4 5 馬上看到錯誤了 什麼錯誤呢 第一個應該不能寫 因為第一個是欄位名稱嘛 所以喔 怎麼怎麼改呢 其實應該把什麼 把這個放回圈有沒有 本來是0對不對 改成多少 改成1啦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欄位名不能放 你放進去就完蛋了 而且 你如果你放第一筆進去就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它第一筆喔 就是編號 那編號兩個字又不是數字 那你不是數字 放在數字欄位形態裡面 就會馬上跳出錯誤 不行 你不能放這個東西 OK 好 那再來再print一下 改了 好 那再看一下 這個結果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第二支輸出 insert 看一下insert語法 insert into 然後這個member01 沒有問題 然後values 加一個小瓜糊 第一筆 第二筆 注意一下前後的 單引號 是不是成對的 常常有同學是寫入的時候 有頭沒尾 那就一定出錯 OK 好 那看一下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也沒錯 如果你的結構OK了 那恭喜你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做什麼 就是可以把它寫進去 那怎麼寫 就是把這個print關掉 然後把上面這一行怎麼樣 打開 好 這樣的話呢 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了 所以他就可以了 幫我把那個資料怎麼樣 先讀出來 然後寫到 50筆資料寫到資料表裡面去 那最後呢 底下就是卡密 卡密就是確認啦 卡密只要一次就好了 卡密不用那麼多 卡密一次確定OK 然後close連線 資金看看好了 好 沒有錯誤訊息 當然如果說 比較OK一點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 比如說再增加一個什麼 print print什麼呢 寫入成功之類的 也許這樣子會比較貼心一點 print 然後寫入成功 這樣子 OK 那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一樣我用 SQLite 這個 SQLite Browser 這個 把它重新再切到 Data structure裡面 或者重新開一下這個檔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多一個什麼 Member01了 OK 所以第一步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Brows Data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Member01有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裡面就會有了 剛好就50筆 OK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個Bug 什麼Bug 如果你在執行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沒有錯誤訊息 但是 你在切過來的話 Member01 會變成100筆 為什麼 因為道理跟前面的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所謂的append append模式 反正你寫什麼我就接什麼 所以如果要避免錯誤 其實也道理差不多 就是說呢 如果呢 我要第二次在寫入之前的話 那我要避免說有重複資料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舊的先刪掉 然後再產生一個新的 所以呢 如果舊的要刪掉 產生一個新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增加一個 這邊叫 Create Table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刪掉Table的話 叫Drop Table 所以哦 如果你要 在這個地方 增加一個那個敘述方法 其實你可以 拿這兩行吧 Create Table拿來改 那怎麼改 特別是要把Create 改成Drop Drop的話是Drop Drop Drop 然後呢 後面是If Not Exist 那你把它 拿掉 因為是 剛好顛倒 如果 那個Table存在 哪個Table Member01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Drop掉 後面那個欄位名稱 因為我是Drop Table 所以不需要這麼多欄位名稱 寫這樣就可以了 Drop Table If Exist 就是說如果 那個Member01存在的話 那就先幫我刪掉吧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 如果拿下面來改的話 其實就是把Create改成Drop 然後呢 Nut拿掉 後面欄位名稱刪除 其實就是Drop Table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就讓它執行 那如果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再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 跑第二次會100啦 那跑第三次 理論上150 可是我加了這個東西之後的話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欸 成功了 然後呢 我再切到前面Data Structure 然後再切一次Member01 你會發現呢 它現在就只有50筆 為什麼 因為它是先把舊的刪掉 然後再加新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裡的話 就是 把那個 最重要的地方 應該是這個啦 最長的 就是呢 把寫入的部分 改成用Insert into 後面加Format 所以你會發現 Format在這邊 來 跟SQL譯法 接的話 其實是 我是覺得 欸 相對起來 可以讓你那個SQL譯法的程式 變得比較不容易出錯 OK 這一招其實還蠻值得學的 請各位試試看 哦